这个眼光聚焦圈外 想问一问各位 今天你的微信朋友圈 有没有被我们这样的字样被刷屏 最近这几天真的好累 前天呢 刚刚被Angela Baby和黄教主 两个人扯正的这样的信息刷屏 那今天呢 我们的范妍和李晨 也是再一次的被刷屏 到底为什么 我们这个娱乐圈这两天喜讯连连 而且大家都在爆出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明天晚上5月30号 汪峰要开演唱会了 哇 真的不禁要感叹一下 汪峰怎么就上这个头条这么难呢 那么这一次为了上头条 他又会怎么发大招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容置疑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演唱会之上呢 汪峰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 惊喜的演唱了 那说到惊喜呢 我们就继续娱乐极限风 华语惊喜讲的特别报道 那么昨天晚上呢 也是落下了帷幕 到底谁是最大的赢家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晚2015华语金曲奖音乐盛典 在广州体育馆圆满落幕 本次华语金曲奖以笑傲江湖为主题 旨在唱起华人一样的音乐 不一样的江湖舞侠梦 成场盛典分为 武林新秀 大侠风流 渝州唱晚 笑傲巅峰等篇章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来自乐坛江湖的音乐盛宴 其中韩庚 许如云 希拉 肖黄旗 玉可维等50多位知名歌手 和乐坛新生力量 悉数亮相 可谓是大咖云集星光翼翼 而当晚出席的明星中 粉丝众所期待的 非韩庚莫属 无论是颁奖离开市前的红毯 还是压轴出场时的表演 韩庚的出现 总是能掀起全场的高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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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晚的颁奖里上 韩庚获得了本次华语金曲奖的最高奖项 叫江湖至尊大奖 对此韩庚表示非常感谢歌迷们的支持 而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也会开始以演唱会新专级为主 今天获得一个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大奖是吧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奖之前上几届 有很多的前辈也拿了这个奖 我觉得这次能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得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但其实电影方面还会有一些 接下来的计划和安排吗 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重心大部分在 全部专注我的这个专辑上面 对 如果下面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会给告诉大家 对 值得一提的是 韩庚自2012年发行新专辑韩庚以来 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就一直止步不间 而这期间韩庚主演了 《助我们中将智取的青春》 《万物生长》等多部电影 虽然曝光度是有的 但是喜爱韩庚的歌迷 更希望能够听到 他给大家带来的新的音乐 也希望韩庚在这一次获得 华玉琴去向《至尊大奖》这一音乐奖项后 能够如他所说 真的会准备新专辑吧 小丑面具小的比谁都更开心 藏不住那一双苦的眼睛 小丑面具伪装成怒骨的表情 平面一生睡在无解的梦境 谁看清我的真面目 思想回首不流泪的痛苦 谁看清我的真面目 连个我书把面具都在书 小丑面具小的比谁都更耐心 藏不住那一双苦的眼睛 小丑面具伪装成怒骨的表情 平面一生睡在无解的梦境 谁看清我的真面目 思想回首不流泪的痛苦 谁看清我的真面目 连个我书把面具都在书 先问记者广州采访报道 好的说起韩庚呢 我想大家都会给他贴上一个 全能艺人的标签 歌手演员同样也是舞者 那现在他也说要再次的回归音乐签 我们希望他在回归之后呢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 苍州采访报道 回归音乐签